他用尽心机才谋得地位,被人刺杀不死,却被自己人捕刀,吕超,皇帝向来是皇室子弟梦寐以求的位置,为了他父子反目,兄弟相残这些害人听闻的事情,却没少上演成王八寇,就算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能不能笑到最后也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吕转,是后梁太祖的庶长子,不是长子嫡孙,自然很难被立位储君但是此人有胆识在外统兵多年威名在外,而作为吕光嫡子的吕少没什么功勋,只是由于当时推崇的是嫡子继位规矩,就算吕光也说他在这个乱世,不是当皇帝的料但是碍于规则也没与更换继位人选。 当时吕转的弟弟吕红,本来也有机会成为皇位的人选,然而由于一些原因而让吕少成为了储君对此他一直非常不满意,尽管当初吕光此前说,不能兄弟内斗,一致对外,才可稳固国本造礼上。 吕少也曾经让位给吕转说,兄长的功绩何才能在我之上,希望兄长可以接受我的让位,但吕转,却以自己不是敌长子身份拒绝了。 其实内心不是这么想吕少继位后,对他非常不满的吕红跟吕转说,吕少这个人软弱无能,论功绩,比不上,你就是因为是敌长子的身份才稍微所以我愿意帮助兄长夺回帝位。 这些话说的吕转心动不已与此同时,吕少身边的吕超也对他说,陛下你现在虽然继位但是吕转已经统,兵多年生营在外虽然让你登基,但他的举止却不太认同,你况且又有吕红。 未免日后发生变故,这两人实在不能久留,吕尚为人重情依他说,我与他们是兄弟,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况且国家现在正需要他们的扶持。 吕少虽然念及兄弟之情,但吕转却不是这么想的被权力和美颜诱惑的他,很快就骑兵叛变。 吕少最后被逼死于宫中吕少,虽然死了,但是他做到了他父亲的嘱托,吕转和吕红见到皇帝以死便开始商量,这让谁继位首先开口的是吕转,他由于忌惮吕红的兵力,于是让他称帝但是吕红却说,吕少就是以弟弟的身份,当上了皇帝,如果又让我这个弟弟越过兄长你,实在是不妥当还是应该由兄长你继位和事。 吕转,于是就登上了皇位,但是吕红这个人向来是一套一套的自己虽然帮吕转,夺得了皇位功劳很大,必然会引起吕转的猜忌,而吕转心中,确实是非常忌惮吕红的兵力。 兄弟间的猜忌愈愈烈,最后吕红发动了兵变,但是最后兵败被杀,他们俩兄弟之间没有相爱,只有想杀这样内斗不止,又怎么还会守得住国家呢? 吕转这个人,一向自视甚高,当上皇帝后,内心极度膨胀的他,经常派兵攻打别的国家。 但是战绩却是0-5经常吃败仗,但是他被此不放在心上,心情还很好的流连后宫经常,外出狩猎,一盏风丝,对此朝廷的人,也是议论纷纷上奏请求都没有得到重视。 皇帝还是我行我素,之后有一次吕超,因为私自派兵前去攻打私庆,私庆赶紧派人通知吕转吕转,对吕超的行径大感愤怒。 当下召他回来破口大骂道,你仗着是我堂弟居然私自派兵你可知道,我可以当下就把你杀了。 吕超赶紧下跪认错吕转,没有咬住他,不放将他赶走了吕超之所以赶回来,是因为他早就让人打听到吕转,没有杀他的意思吕转,看到和私庆起了冲突。 很给面子的摆了宴席,让吕超跟私庆道歉吕超,在会上毕恭毕敬的表示了歉意,对此私庆也不好再说,什么大家都在酒杯交错中以免恩仇。 但是吕超此时却不这么想的,他深知皇帝杀他之心不死不过吕转,这个人还真实心大。 在宴席之中他没有留心,喝得大醉之后,吕超和他的亲信,送他回宫的时候,因为车子被卡住了。 他的亲信将配件放在一边跑去后面推车吕超看到有这样的机会,当下抽出配件趁着车子,被推动的时候将件插入了吕转心脏位置。 但是吕转也是命大,居然跑掉了当时刺杀皇帝的事情,传开了吕超在宫中是左躲右藏。 出乎意料的是当时的禁军统领首先找到了受伤的吕转看到眼前这个昏君,他没有救他,而是将他杀死,并且对外说,吕超以皇室宗亲的身份,灭了这个昏君是大义之举,手底下的人见词也很听话吕超就这样走了。